恭喜苏一鸣祝贺郑新闻 两人天降喜讯 李娜欣喜 古埃林祝福 大家好 我是老九 欢迎观看老九聊题语 2022年冬奥会上 苏一鸣和古埃林一战成民 苏一鸣成为中国首个单板滑雪冬奥冠军 而古埃林更是拿到两金一银后名声大噪 在被大家熟知之后 两人在近两年也是发展迅速 郑新闻20岁 目前在世界排名第24位 此前曾打入过法网16强 是继李娜之后最被看好的中国网球女子单打拳手 近日更是为了提升自己告别了之前的教练 重新找突破口 非常上进 对于这些积极优秀的运动员 国家体育局也是进行了褒奖 可以看到近日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 公示了2023年优秀运动员本科保送推荐名单 其中单板滑雪冬奥会冠军苏一鸣 你保送清华大学 湖北网球女将郑新闻 你保送华中科技大学 苏一鸣还对此进行回应 表示自己18岁的三个愿望全部实现了 感谢清华大学给的深造的机会 同时还会帮助更多偏眼地区青少年 获得更好的科教资源 继续助力公益事业发展 而对于郑清文来说 作为国际级运动健将 拿到华中科技大学保送名额 也即将会和李娜成为校友了 并且近日郑清文也传出了好消息 那就是已经找到了新的教练 相信不久就会以新的状态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 对此李娜非常欣喜 郭爱玲也是送上祝福 我们也期待未来他们能够继续在各自的领域 征战为国效力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